我们都知道 自己也占很重 再仔细观察 今天佛门的这些同修 哪一个也长不重啊 业障障碍我们 不能向上提神 学佛几十年了 还在云地踏步 这已经不容易了 多半呢 多半退转 一年不如一年 这是佛教的衰 佛教让人看到 将来没有进度 我们身为佛弟子 有责任 我们往生逃避之人 那快要灭亡了 我们去往生 极乐世界人欢迎我们吗 我们对于挽救佛教 尽心尽力 这样往生 我相信大家欢迎 我们逃避责任的时候 决定不欢迎 你修得再好 阿弥陀佛不会来接你 这是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哪有不负责任的 比丘 不负责任的 罗汉 不负责任的 菩萨 这个不可能 我们有一口气 就得尽一口气的责任 方法有啊 佛教的经典 在中国很完备 现在大量在翻阴 大藏经不会是穿的 怎么个修行方法 没人提倡 印足这些东西 没人说 像这一份的揭露 这揭露的人 我不知道是哪一位 揭露的很好 这本书 天下太平的根本 完全将家教 可以开阔 大学里都可以开阔 短期论坛里都可以开阔 可以做一个专题研究 功德互联无边 可以在电台里的广播 在网络里的播放 对社会决定有好处 初学讲经教的 从这些地方下属 它不是经 讲经比较困难 这是祖师的开始 这个好家 学讲经用这些东西做基础 讲文昌帝君 音质文 讲台上感应品 这些早年 我都讲过好几遍 讲了凡思讯 甚至于成鸿谋的五种遗归 可以揭露出来来讲学 做人的根本 学佛的基础 基础不稳 学不好 基础要根深蒂谷 佛法才能够恢复 今天所有的毛病 都是我们疏忽的根本 太浅薄了 经不起 一点点风不 那大风大浪 一下就摧毁掉了 所以 扎根 非常重要 咱们 谢谢大家